- 大家好,我是艾瑞卡- 雷神索爾是艾與雷霆呢- 在7月6號的全台電影院上映啦- 你們應該都非常期待這部電影吧- 那最近啊在看預告片啊就有看到說- 原本的胖索爾呢- 她瘦身有成- 變成所有女粉絲都非常喜歡的- 大雞雞索爾- 欸是雞肉嗎- 啊是雞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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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 我只有打 不要誤會了- 在預告片當中啊,還有看到 열�mon Foster版的女雷神- 手上還是偶喵有威尾錘超級帥的- 沒錯,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也有Banda Spirit推出的- 魂莉霆的辣野翔SHF雷神索爾是艾與雷霆索爾還有女雷神- 欸我還記得啊- 我在之前五個月本的時候有去參觀 link box - 已經有看到這兩款的屍體- 我就覺得它的新制度其實做的還滿好的- 回到家之後啊- 就立馬來到了w 歡迎我在日本玩玩具這兩次的蝦皮賣場下單 沒想到啊 6 月底就到貨了 我超級開心的 想說等到電影上映的時候再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趕快來看這兩件作品吧 就是這兩盒光是他們的外盒就覺得非常的好看 那我們就先從右邊這盒索爾開始跟大家介紹 那他是採用藍色的外盒搭配了他的盒繪 這次的索爾是穿著一套藍金樣式的盔甲 搭配標誌性的紅色披風 手上就有風暴毀滅著 透明開窗我們除了可以看到所有的面雕之外 他還做著閃電的圖騰 這點小巧是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接下來就是左邊的這款女雷神 那他是採用了紅色的外盒 戰服看上去更加的貼近雷神 黑色、灰色、銀色調相互的結合 向下顏色則是深紅色的融入 同樣他深披紅色的披風 手上的武器就是我們的碎裂喵喵槌 那透明開窗一樣可以看到閃電的圖騰 但這個盒衛我覺得真的做得很好耶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裡面的內容吧 索爾的內容物呢 他有一個本體刷影發光碼的替換偷雕 開掌還有取武器的手型各一對 風暴毀滅者一把還有雷電特效 雖然說他稱不上這樣豐富的配件 但是該有的都有 索爾他的本體高度大概是16.5公分 我跟你們說他的面料真的做得超級像的 像是他的五官還有說他粗曠的鬍子做得超像的耶 雙眼不同的銅色細節表現 再加上這次的造型 在頭髮上會有一小串的小辮子 也在這次的SHF上面完美的呈現 另外還附上了發光的面料 除了在雙眼塗裝那種閃電光芒之外 其他的也跟原本的一樣做得超級像的 那在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說明書裡面有跟大家說 在剃完的時候一定要特別小心的去裝 不要把他的辮子用斷 但往上看我們可以看到他最新的戰服 黑色戰衣之外 點綴了許多以藍色金色為主的盔甲 跟以往所有的黑色調戰鬥服完全不同 那我自己是覺得 這一套是所有的戰鬥服當中最好看的一套 那金色編的鎧甲 他是用一些金屬藍來去做點綴 分布在所有的肩胛、雙手的手甲 腰部兩側的裙甲 還有雙腳的盔甲 整個胸甲一路往下 帶到腰帶的部分 他的塗裝都非常的精彩 沒有異色也沒有脫腳的問題 下半身的褲子大腿出來 也暈了不同的紋靈 還有皺褶出來去增加他的真實感 武器一封爆毀滅的金屬塗裝也非常的漂亮 上面的符文也都有刻畫出來 可以搭配半透明的藍色閃電特效零件 來去做一個把玩 再加上裡面的鐵絲 我們可以自由去凹著紅色布料披風 就可以還原出超級帥的索爾戰鬥姿態 還給人有一種華麗的視覺效果 看完了這款索爾 大家是不是覺得非常的帥呢 緊接著我們趕快來看看女雷神 這次的愛與雷霆 是改編自漫威漫畫 神威索爾 所以女雷神 她也是以神威索爾的名稱來去登場 那些人物呢有本體帶頭刻的女人神偷雕 還有頭髮零件 開掌還有手持武器的手型各衣隊 武器呢則是喵喵錘 那有附上雷電特效 還有這次在預告當中就有出現了喵喵錘炸裂射出的特效 我跟你們說喔 光是這兩個特效件就非常值得我們把它買回來 本體的高度大概是14.5公分 那還有做出跟所有的身高差距 那我們來看看偷雕的部分 我知道你們大家在想什麼 你們一定要想說這個大神是誰 她不是納塔利波曼啊 其實我也是這麼覺得啊 和所有的麵雕比起來呢 她的麵雕確實是有這麼一點點的微妙 但是呢我必須要幫她平反一下 她的這個麵雕呢其實非常的吃角度 如果說你把它轉側面來看 是不是就多了幾分神韻 比較像是納塔利波曼 好啦而且老實跟你們說啊 她買女人神應該都是為了神威所有的這一款 頭盔頭雕吧 那這個頭雕真的就做得非常的精緻 下臉嘴唇的表現啊 還有頭盔金屬色的塗裝啊 都做得很到位 正前方的塗層啊 還有整個頭盔的線條刻線 兩側的羽狀耳飾啊 也運用了暗紅色 還有黑色的條紋來去增加她的層次感 搭配了發光的眼神 這顆頭雕真的覺得很帥很讚 而且啊她的盔甲 黑色戰衣外桶啊 還覆蓋了大量運用金屬銀塗裝的護甲 加上啊仿皮革的裙甲 護手整套戰甲的塗裝還有細節刻線啊 真的都非常的精彩 再加上啊跟索爾一樣啊 她是採用了布料裁縫的可玩折披風 和華麗的索爾不同 整體呈現出豐富的層次感 再來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這款的非收不可的原因 你們看啊她的喵喵圈上頭 刻畫出大量的裂痕 並且啊透出很淡然的色彩 完整的還原出來在動畫當中的狀態 再加上啊閃電的特效 你們仔細看呢 藍色的特效件啊 上面也有刻畫出碎裂的裂痕 再加上喵喵圈分裂的特效件 這款真的非常值得 我們去收藏它啦 整體來說呢 這次SHF呢 所推出來的最新商品 雷神索爾是愛與雷霆 這兩件作品呢 在內容物上面啊 她的配件都有附上 替換面雕還有手型 武裝特效呢 也都沒有少 可玩性上面呢 雖然是還不錯 再加上啊 我自己覺得這次的SHF 戰服非常的好看 面雕呢 也有一定的水準 女人神的頭盔面雕 還有她的喵喵圈 也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雖然說啊 她的日幣定價一支呢 要七千塊錢 稍微高了一點 但是呢 這兩款的做工還有細節 以收藏價值來說呢 我是覺得還蠻符合 有這樣子的價位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啊 非常喜歡這兩件作品的話呢 我也把呢 關於我在日本玩具 尖長室的沙皮賣場 發一下資訊欄 提供給大家 那假如說呢 你還是想要看實體的話呢 沒有問題 TAMAGE先天快閃電活動呢 也會在七月八號到七月十號 在中油百貨 還有TAMAGE NATION 台中Sport兩個會場展出喔 趁著假日啊 如果大家看完電影的話 不妨也可以到兩個會場 去走走逛逛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看完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也要去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